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承认 在爱情中女孩子多少有点虚荣心 要是不过分 正常范围内 我觉得无可厚非 毕竟身边的人都有 对方也有这个能力 那为什么自己不能拥有这个态度 但如果女方以及女方的父母要这个彩礼 狮子大开口 并不是想要一个态度 而就是想要这笔钱 把美好的感情当成了交易 用爱情来逼迫对方妥协 一旦对方做不到 就满口指责 那真的就很没必要了 王楠和女佣李婷是高中同学 因为当时不是同一个班级 加上两人都是爱情内向的性格 所以双方只停留在眼熟这个程度 这样的交情在高中毕业后自然不会有缘戏了 后来一直到了大学毕业 两人回了老家之后 因为都是单身 彼此被父母逼着相亲 两人再次在相亲中遇见 已经毕业一年了 几年时间 大家变化都挺大 见面后发现两人是同学 也就多了几分亲切 后来就顺女成章开始相处 慢慢的也算是日久生情 感情没有多么炽热 但王楠确实是奔着结婚去的 他以为女友也是这个想法 两人恋爱中鲜少吵架 偶尔有点小矛盾 王楠都会主动认错 总之他对他算得上是百依百顺 恋爱中对方自然去过对方家里 王楠父母对这个准儿媳不算太满意 觉得有点拎不清 但儿子喜欢 总说自己不会看错人 父母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日子是小两口自己过 长辈不喜欢 早来往就是了 李婷父母对王楠这个准女婿 倒是挺热情的 态度不错 但王楠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 女友妈妈看自己的眼神 透着一股欲言又止 感情稳定 恋爱了一年半后 王楠求婚了 女友倒是干脆的点头答应 但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双方点头之外 还是要双方家人同意 毕竟还要谈婚论嫁 王楠对这一次去女友娘家很重视 按照女友父母的喜好 精心准备了礼物 还好好地给自己倒吃了一番 满怀信心的和女友一起回了她娘家 比起之前几次 李婷妈妈接过礼物之后 对王楠的态度更加热络 让他有点隐隐不安 和未来老丈人下了几盘棋之后 终于到了晚饭时间 女友父母一直在说笑 王楠在饭桌上实在是不敢提及结婚的事情 万幸 晚饭差不多吃好的时候 李婷妈妈清了清嗓子 终于提到了结婚的事情 王楠立马集中了注意力 李婷妈妈说 小王啊 你这个人稳重踏实 我们老两口都挺喜欢的 我们也放心把女儿嫁给你 面对未来丈母娘的夸赞 王楠打心一头高兴 不过 李婷妈妈话锋一转 开始说起了重点 不过 喜欢归喜欢 结婚是大事 有些事情还是要提前说好 你能办到 我们才算彻底放心 王楠笑着示意丈母娘继续说 表示自己认真在听 李婷妈妈很满意王楠的反应 点了点头说 结婚肯定是要彩礼的 我不知道你们家本来准备给多少 但我这边有个要求 我们家和李婷差不多年龄的女娃结婚 都有三十万彩礼 你要是少于三十万 我们会被亲戚笑话的 这话一出 王楠不淡定了 李婷爸妈看着都挺实在 怎么撒起晃来不脸红呢 自从准备要结婚以后 王楠打听过周边的彩礼情况 差不多是三万到十万 这个事情李婷肯定是知道的 王楠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他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女友 结果迎上了女友不解的眼神 意思是你为啥不答应 还等啥呢 他妈妈也开始催促 让王楠赶紧给个答复 他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我和爸妈其实商量过了 彩礼我家给八万 不用回礼 嫁妆有没有随意 就当是给你们的生活费了 八万怎么够 李婷妈妈在王楠碗里 加了一块子菜 继续说 阿姨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肯定会满足我们这点小要求 让我们也能在亲戚中长长脸 面对未来丈母娘的再次夸奖 王楠这次高兴不起来了 他勉强笑了笑 说回去和爸妈再商量一下 想尽快转移话题 他怕自己忍不住 吵起来 但李婷妈妈再次提出了要求 说彩礼除了现金 还要加一个保障 王楠愣了愣 说要什么保障 李婷妈妈笑了笑说 你俩不是最近在看婚房吗 阿姨希望这套房子 能加上我闺女的名字 我就这一个闺女 自然要为闺女以后打算 还没等王楠回答 他就感觉到 除了未来丈母娘紧紧盯着他的眼神 还有女友和未来老丈人 大家都在等着他答应 然后皆大欢喜 王楠到底是没能忍住 自己家里给八万彩礼 不要嫁妆 房子家里全款买好 能丢心和家电 都不需要女方出一毛钱 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爸妈已经很好了 怎么就遇上了这样的人家 自己家里做到这些 真的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要是真的答应李婷父母的要求 不亚于要自己父母的命啊 王楠气笑了说 阿姨 你要的不是彩礼 是我父母的命啊 说完 他转身就走了 刚走出门外 就收到了女友的短信 不回来和我爸妈道歉 这婚就不结了 王楠笑了笑回复 那就分手 不结了 他随后就拉黑了这个号码 他心里清楚 李婷肯定会后悔 肯定回来找他 但他不会回头了 因为他知道 暂时妥协没有用 三观不同的人 没法在一起过一辈子 文中的李婷不懂爱情 把一段好缘分给弄没了 真正懂得爱情的人 是会为对方考虑 体谅对方 感恩对方对自己的付出 而不是用爱情来伤害和逼迫对方 利用爱情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人 很难得到幸福 即使暂时得到了 几乎也不会长久 温馨长久的爱情 从来都是势均力敌 和彼此尊重体谅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